中共撒謊 人們死亡 今年6月 全球退黨服務中心 開通終結中國共產黨網站 發起打倒中共惡魔倡議書 倡議書列舉了中共篡政以來的殺人歷史 包括60年代的十年文革浩劫 一胎化政策 1989年在天安門廣場對學生大屠殺 近年來對香港民眾的鎮壓 從1999年至今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 以及掩蓋中共肺炎病毒等 倡議書指出 中共惡魔侵蝕了古老的中華大地 謊言和暴力從未停止 數以億計的中國同胞飽受苦難 如果中共不說謊 這場影響全球的瘟疫大流行 本可以避免 如今這場疫情波及到世界上的每一個人 中共帶來的恐怖已蔓延全球 倡議書以16種語言版本呼籲拒絕中共惡行 結束中共 旅美大陸民眾王清認為 中共的惡魔表現之一就是限制言論自由 不要說這是中國 其實逃到海外的華人 就像我 我在國外也沒有言論自由 就是我在推特上寫一些什麼東西的話 他們會找到我的家人 就說這是武漢肺炎 我不敢說這個病毒是怎麼來的 但是如果你們倆大夫有言論自由的話 不被訓練 中共當局局勢的採取措施 應該也不會有這麼大的全球大流行 倡議書發出後 每天都有不同族裔的民眾 簽名或是留言 退黨義工楊貴榮 10月11號下午 在紐約皇后區的可樂納公園徵簽時 獲得20多位西語裔年輕人同時簽名支持 截止到10月25號 已經有超過14萬6千人簽名聯署 全球退黨服務中心主席易榮向《大紀元時報》表示 短短幾個月時間 在幾乎沒有廣告 社交媒體也嚴格控制傳播的情況下 爭切能達到這個人數 充分說明中共在全球範圍內都不得人心 旅居舊金山的退黨義工王允波表示 疫情爆發之前 國際社會對中共的邪惡還認識不深 一些親共團體和人士在利益的誘勢下氣焰囂張 但目前情況完全不同 休斯頓中領館被關閉後 中共控制的僑團不再肆無忌憚的搞事 中共滲透 中共影響這個氣候直接形成的時候 你會發現中共真的是花錢它都顧不來人 美國國會議員斯考特·佩里認為 終結中共這個倡議 傳遞了一個非常偉大的信息 中共是控制著中國的犯罪集團 它不相信中共會自己甘願捲起鋪蓋走人 但他們必然要被趕下臺 就在打倒中共惡魔全球爭奸活動火熱進行的同時 全球的退黨大潮也洶湧澎湃 加拿大華裔劉大偉希望 那些被共產黨迷惑的人都能去了解一下 為什麼世界上這麼多人 包括共產黨內部 都說共產黨不好 而且要認真思考一下 這70年來 共產黨到底給中國老百姓帶來了什麼 給世界帶來了什麼